土不得又来 这是土的甲骨字形 这个横线呢代表的是地面 上面呢 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土块 这就是土的由来 这是土的金纹字形 金纹字形呢把这个 土块啊变成了一个石形的 变成了石形的 而我们在汉词当中啊 一个竖线加一个石形的 它一定会变成石 这是金纹到小传这个过程 它必经的一个演化过程 由石形的点啊变成一个石 所以土到了小传呢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就是土的由来 徐先生说土 地质土生物这也 意味着土地呢 是可以繁衍生物的 这个土地里是可以长植物的 所以人的口中 如果呕吐植物呢 就用这个啥土地的土来代替 这就是呕吐的吐的由来 都源自于土的啊 土纳之一 我们看一下这个汉字 这个汉字呢是由两部构成 左边呢是代表土地 右边呢是一个人 人的身体啊朝向右方 但是他的头呢 他的眼睛呢是朝向左方的 右边就是根 根的本意呢就是回头看的意思 一个人呢当他离开了自己的故土 啊所以走到了边界线的时候呢 他往往会什么呢回头去留恋的去看 这个字呢就念吟的由来啊 他本意是边界和界线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左边是土 右边是一个欠布 然后欠的本意呢是人的打哈欠的样子 这个字念坎坷的坎 这个是坎的小钻之行 这三坎呢代表人呼出来的气体 这个念坎 欠呢在咱们的汉字当中啊 也是个布首啊 那欠布的意思呢 它是布足的意思 所以土地布足我们称为坎 坎就是什么呀 现野啊 就是说的我们的那种低洼的地面啊 土少了土布足的地方呢 会产生这种低洼的地面 而这种低洼的地面呢 我们称为坎 坎坷的坎 由此而来 徐盛说坎现野 我们看这个汉字 这个这个是土 这是围墙的意思啊 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啊 修建了围墙 所以用土修建的围墙呢 我们称为园 而过去古代的围墙呢 又是又矮又圆的小围墙 所以称为什么呢 称为土园 这是园的由来 园字的右半部分呢 后来演化成更了啊 我们看演化成更了 右边就是他的简体字 徐盛说圆什么意思啊 圆就是成墙的意思 应该是低矮的啊 这样的土墙为圆 我们看这个字念茧 天茧的茧 茧呢 这种人房的公式啊 在这个居住的部落之外啊 他们挖出了土坑啊 就是说的蚝钩 这个是金字 金代表斧子 古代呢是用啥呢 是用斧子来开坑土地的啊 开坑 人们用斧子挖出蚝钩 使这个车辆啊 无法通行 茧就是蚝钩的意思 它是用来防守的 看这个函字啊 我们看左边是土啊 左边是土 右边是乙 乙的上面呢 这是一个剑靶子的样子啊 在甲骨当中呢 它是属于剑靶子 那么下面呢 就是一个使剑的使 是一把剑 这个字的字意呢 乙的意思呢 就是说剑 射中了剑靶子 射中之后啊 表示啥 表示到达 所以表示结束了 这就是乙 乙加个土呢 就代表啥呢 就代表尘埃的埃 我们看一下这个埃字 乙有终结之意啊 乙表示终结之意 因为到达了嘛 土的终结就是什么呢 就是尘埃的埃 所以说 学生说埃尘埃 由此而来 还有水的终结为什么呢 为四 这都是这样子的 终结之土啊 就为埃 就为称埃的埃 我们看这个汉字 这个汉字 中间挺复杂的啊 它都是代表鹿的意思啊 都是鹿脚和鹿的身体 中间这个很乱的文字 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鹿群 鹿群奔跑之后啊 就会产生很多飞扬的尘土 那这个字后来呢 就变成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字 所以看尘土的尘呢 上面是鹿 鹿就在这里呢 是鹿群的意思啊 它用一个鹿代替鹿群 鹿在奔跑的时候呢 哎 尘土飞扬 我们称为尘 由此而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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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